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聊 这两天呢陆续有些朋友提醒我 说新美哥最近这个事很多 这个是不是 说一说你的一些个见解和观点 应该说 我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但是 最近这些事对我来说 还没有一件能够让我不图不快的 所以我始终也就 没做实证性的东西 那既然聊到了呢 我就剪短节说 把最近可能有关的几件事呢 我就三言两语的分别说说自己的一些个观点和看法 最近什么事呢 最近奥运会 这东京奥运会 挺好 我是 谈不上是迷 但是喜欢一些体育运动项目 喜欢欣赏一些个体育运动项目 这么多年呢 唯一参与过的体育项目 并且最后成绩也不错的 就是打保龄 20年前吧 20多年前 在大陆那个时候 保龄球热的时候 我的保龄球最高的成绩 打过263分 那时候也算是 小有名气的一选手 各种赛什么也都参加了很多 个人成绩不错 然后呢 包括还打过团体 我们团体都打过冠军啊 所以我对体育呢 谈不上都有多少情节 但是还是比较喜欢 尤其呢 我是毛主席的孩子 毛主席一辈子 对于体育 他有他 这个高屋建领的见解 从年轻时候的 野蛮旗体制 文明旗精神 体育之研究开始 一直到建国以后 毛主席 为体育事业提词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 我觉得 这才是体育的本质 因此呢 我就更加对一些个 跟我自己有缘的体育项目 这个 神交已久 欣赏了好多年过来 那么一直到去年应该开 今年才开的这个奥运会 我觉得 奥林匹克精神是对的 但是呢 奥林匹克精神呢 在今天这个世界 就像世卫组织啊 像什么其他组织一样 他也不可能独善欺身 就像今天早上 我看到的一则消息 说什么 奥委会要求中国代表团 解释一下 为什么中国运动员 这个得奖的时候 胸前佩戴毛主席的相章 因为奥林匹克 宪章的多少条 说不能有什么政治什么 我说这简直 他妈就是荒唐 是不是 这简直的话 你按你的说法的话 那朝鲜人民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 都不能参加奥运会的任何项目 因为他所有的运动员 都要带领袖相章 是不是 你们可以祈祷 你们可以 他们画十字 你说这个宗教信仰 那我们这个不是信仰吗 我们是比宗教信仰 更神圣的信仰 所以这种东西 我认为都是 他们无厘头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就能够搞出来 我觉得值得 我们大家的反省和反思 真正的奥里米格精神 其实就是毛主席的提词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这个 今天早上发了文 进到我看那个文里头 然后说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的 中国大陆的 什么是中央台 人民日报 还新华社 不知道 反正他们那个微博呀 什么 公众号 什么发出的那个新闻里头 我这个中国运动员胸前 那个那个那个 毛主席的项章就被 被PS就给抹了 我这看这点 我觉得他妈的 哭笑不得 习近平提了四个自信 提了这么 这个几年了啊 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中国共产党还以如此自信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面对着美国 和整个西方世界 对中国日胜一日的围堵 四个自信里非常重要的一个 四个自信 前三个自信 听说是我当初的 一老师提出来的 后来听说是习近平 给加了第四条 叫文化自信 我觉得 我如果依旧在国内 做总编辑的话 如果这个小编辑 是我手下的 他把毛绿像章 给涂抹下去了 我什么都不说 我立马 我要请他换一个职业去 如此不自信之人 怎么可能 在一个舆论机关里面 做着一个舆论出口的 这样的如此重要的一份工作 是啊 他可以更好的工作 更好的职业 也可能有更好的前途 但他没必要在这儿 委屈他自己 那么说到奥林匹克精神 我说毛主席这个题词 所以我对这个奥运会也好 对什么竞技比赛 什么这些东西 我归根结底 我的态度非常非常鲜明 我觉得 与其举国之力 这个国家体制搞 这种竞赛型的 打比赛的这种运动员 这种体制 我更愿意 更愿意这个 或者说我更认同 我们的导师 毛主席的体育官 发展体育运动不是别的 归根结底是要增强人民体制 你看到中国学生 什么是中国学生 中小学生的体制 都扶摇之上那一天了 我觉得那才是中国真正强大的那一天 这个说一句 让可能大陆的网友不以为然的话 什么时候中国大陆奥运代表团 中小民共和国的奥运代表团里面 绝大多数的团员 都像澳大利亚 这个奥运代表团一样 我觉得中国那时候 可能真就天下无敌了 你看澳大利亚这种体制 这种运动员机制 就是这样子 出发之前就是澳大利亚两个最大的超市 一个是COS 一个是WOWS 这个WOWS的这个女员工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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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了这个国家这个奥运代表团了 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去了 然后跟公司请几天假就到东京去跑一跑 什么200米 就挺好 澳大利亚代表团还可以吧 是不是啊 我前天啊 14美金牌了 2500万人口 不是吧 我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这才是人们从事体育和国家开展体育运动的 这个这个终极的目的 这是奥运会的事 体育的话题 最近比较热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伊丽莎白航母战斗群来南海的事 特别让我不舒服 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 因为我确实这几天很关心这个事 因为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目的非常非常之清楚 英国人扮演了这个角色在美国的号召之下 冲到了这样的一个先锋 这个目的也非常非常之清楚 那么他出了马来西亚海峡 进入到中国南海之后呢 中国上下举国的舆论 不知道是被谁带偏了呢 还是说他们对历史无知 都是总体的无知 中国的媒体 我记得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么无知 到现在为止 舆论的焦点是说英国的这个伊丽莎白 航母战斗群 能不能像美国人对他期望的样子 就为了考验英美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 美国军舰经常闯中国岛礁的十二海里 这个领海 说这个英国军舰敢不敢闯 考验一下英美的这种特殊关系 那么大家焦点就都放在这儿了 我说这是无知呢 还是无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 画了个九段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绩了这个 这个中华民国当时的这算是一份遗展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 我们始终强调的就是九段线 尽管那个时候我们的海军 我们的空军坐着半径也好啊 什么我们舰船水平 我们管辖不到南沙 事实上是利有不逮 但是在原则上 在主权上 我宣誓上我们从来都是按照九段线 来宣誓南海主权 什么意思呢 九段线之内就应该是中国的领海 你现在今天提岛礁 我说他十二海里 那中国大片的领海不就没了吗 都变成公海了吗 我不知道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还是说他妈某种势力在那 用心知这个险恶 这他们简直就让汉奸气味了 这个整个最近中国大陆媒体 关于这件事情就是 整个都是报纸 都是他们汉奸报 电视台都是汉奸办 但是这个似乎成了举国的一个态度了 我不知道上方能不能听到 类似于我这样的一份另类的这种声音 如果听到了你们认同九段线 还能想起了九段线的话 我真想真希望你们能够 在自己的力量 已经不是有强大能力吗 你不是有强大能力吗 是不是 你还有坚强意志吗 你都用起来 把九段线提起来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海外 这个游子 对于自己祖国的近期的一大期盼 这是第二件事 这个近期比较热 第三件事还有什么呢 第三件事啊 对啊 第三件事就是那牙签的事啊 就是叫吴亦凡啊 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我们在这之前真都不知道是谁 后来有这个事情之后 然后呢 这个看到了照片 说又啊 他 他啊 他就是他 星期间 我跟我四大晚上聊天 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共同的感慨 我们不跟这个案件什么这种 对这种我们都没有兴趣 这些个东西 他无论最后是一个 这个坐实了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形式案件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意料之中 并且在中国的艺术圈里 这也能算个屁 中国艺术界的堕落 和中国共产党的贪腐 这是黑话等号的 中国共产党的贪腐人说 把干部都拉出去 每个人都逼着有冤的 你要隔一个闭 肯定是他妈有漏下的 这多少年钱的画了这倒是 你把这些画放到艺术圈里 是一样一样的 艺术界 搞艺术圈 国内艺术圈里的朋友 太多了 我们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 我们感兴趣的是 这个人 这个年仅30岁的 这样的一个青年 我们觉得 你说这样的人多可怜 包括此前几年前 范冰冰啊什么这些人 其实真是你 从那个角度来说 这些人多可怜 就是市场和资本的需要 就是资本家毛利的需要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男人 或者一个女人 一个男孩或者一个女孩 你说他们多帅有多漂亮吗 我们真看不出来 但是某种契机 因缘即会 就看到他了 就开始包装他 然后呢 就让他生 他就生 让他死 他就死 让他哭 他就哭 让他笑 他就笑 让他站着 他就站着 让他跪着舔 他都不敢迟一一秒钟 然后无数的这种什么的 这这这个虚名 包括这种子虚乌有的金钱 都加在他们的身上 那就是玩偶都不如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你说他们还是人 他们就是资本的一个玩偶 这些人多可怜 你们想想一个正常的人类的社会 智人组成的社会进步的 尤其是21世纪的今天 还沉迷于如此裂等的这种低级下灾烂的 龌龊肮脏的这种文化 我觉得他们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如果我们中国的历史 从来都如此的悲哀 那也就算了 我们也没这个感觉 也不可能发出这份感慨 问题是比如就像我们这代人 我们是曾经在阳光下 甚至我们都投身其中 你比如说新美歌当初唱京剧 我就是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唱 从上小学开始 我们就演志求偶山 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的文艺 艺术 是什么样的一种 多么神圣的 这样的一件事业 用华伯林先生的话说 华伯林先生在救赎会的时候 怎么过的 解放以后 他是怎么样 继续操持自己的艺术 何伯林先生是最有发言权的 从一个天桥到戏子 最后成为人民的艺术家 何等的荣耀 艺术归根结底 他的社会属性应该是什么呢 那么从事艺术的这种艺术工作者 或者是艺术家呢 他们价值的最大化应该是什么样的 一份公众的认可和社会的价值认定 所以对什么吴亦凡呢 什么这种东西 实事求是的说 我们真不感兴趣对这种事情 他是三年还是死刑 我认为 或者是无罪释放 这都改变不了中国艺术界的这种 他把他堕落的事实 你们堕落的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个世界上 哪个垃圾厂比中国的艺术界还脏呢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而你还惯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名 没了 这是近期 这么几件事 挺热的几件事 新美歌的几分 这三言两语 跟大家 坦白的我的心境 所以呢 这个我们这个小频道 到现在为止两千多人 但是对我来说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圣殿 这就是一片净土 就在如此 紫纷扰 操杂 堕落 甚至肮脏的这个世界里 我们努力 我们努力 持有我们这一小块净土 让我们的身心 有一块不被污染的天空 所以我们还是 踏踏实实的 说我们的国史 继续啊 那昨天呢 我说那个 陈永贵 在西洋 什么西洋线 中共西洋线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那一幕 这个山西作家马峰 做了这个这个这个记录 马峰啊 我们的年龄当时 尤其学语文的 大学中文系的学生 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 都应该知道马峰这个人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有一个派别 文学派别 叫山腰蛋派 主要是山西作家为主 包括赵树立 这些人 赵树立就特别特别欣赏 这个这个陈永贵 这样的一个作家 赵树立 听了陈永贵的几次演讲 这个这个这个西场 都不得了啊 自愧俘虏 跑 赵树立 是跟陈永贵 作为汇报 说发现个农民 了不得啊 简直的大财啊 山下大叛 赵树立 这个马峰 这个马峰一样 马峰是陈永贵 二三十年的老朋友 一直到陈永贵去世之前的时候 他们还都有过 这种这个 把酒 不叫炎欢啦 这把酒 树中长 把酒炎碑 是这样的 这个交情 马峰 后来他最高在山西 做过山西省的文林主席 马峰代表作刘胡兰 刘胡兰传 那是他写的 这个纪实小说 他作品很多 非常多 代表作为刘胡兰传 比如说这个吕连云传 吕连云传是他跟别人合 合著的 吕连云传是很著名的咯 是不是啊 也都拍 形成过什么影视作品 电影我们村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编剧 就这个马峰 往人家去世 去世十多年了 应该是 二十快二十年了 十多年了 所以我说人以类聚 陈永贵这样的人 跟马峰这样的大作家 两个人能成为老朋友 那是因为他们物以利据 那就说他们有 这个共通的东西 他们有 这个 啊 共通在价值观上 他们有着 某些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 比如说 比如说对待大战 的态度 比如说对待中国的农业的集体经济 比如说对待后来的中国农业的包产 刀户 这些方面 他们是有着相通相近的 这样的默契和公民 马峰自己都就留下个文字 你比如说他就有过这样的一段文字 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全面实行包产 盗户政策 我对此有些不同看法 当然不是完全不赞成 是对其中某些具体 做法有意见 当时 中央下过一个72号文件 除了肯定包产刀户的优越性外 也肯定了合作化时期的某些成绩 今后怎么办 因地质疑 分类之道 我认为这个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但后来将包产刀户说的神乎其神 我就觉得有点问题了 我们 我们得反思一下 我们的老毛病 老教训 什么老毛病老教训呢 就是从前说机体话好 说合作话好 说人民公社好 那就一切都好 一阵风一刀切 把山庄窝铺也搬起来了 小村和大村 小县和大县 造成多大的损失和伤害 现在又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 这不合适 当时我的老朋友吴向 在人民日报发表重要文章 说包产道户是金光大道 我对他说 这个观点不科学 我认为中国的农村很复杂 不会有一种灵丹妙药就手道并出 这个马峰他有这个权源 他说中国的农村很复杂 马峰所有的山药蛋派 都是土里刨出的那些作品 所以马峰的一生中 这些很多他的作品 那是贯穿了中国农业 现在新中国之后的农 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全过程 各个阶段他都有作品 可以和他的所有作品放在一起 就是中国农业 现代农业的一部史诗 所以他有这样的发言权 中国农村很复杂 不会有一种灵丹妙药就手道并出 旧社会的人也不认为彻底分开就好 扩地主经不起三股分 就是说老地主一倒下 儿子们一分家 原来的生产单位也就散了 完了 过去集体化是有问题 但是他也积累了许多公共财富 积累了不少金融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 在教育和培养农民方面 也一定程度的克服了许多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 树立了一定的集体主义意识 这些都应该说是积极的因素 但现在要毫无区分的一起推倒 把成套的机械化设备 改良过的土壤 修整好的水利设施 都要风光吃尽 废掉重来 不又是一阵风一刀牵啊 这个马峰 他真是山药蛋牌 他真是从土里刨除了自己的蚊子 所以马峰你看 他关于机体化和保陵刀户的 这个这段话 我觉得说的是很有间谍的 非常有间谍 那么呢 我们昨天就说 这个因为他跟陈永贵之间这样的关系 所以陈永贵很多话都跟他说 跟他讲 所以可能也就是有了这样的机会 所以陈永贵呢 在这个79年年初的 这个西洋县第47次党代会上的那一幕 就被马峰给记录下来 那么从79年1月份 这个西洋县这个 七次党代会之后 这个陈永贵 那可就基本上 步入到了万劫不复这样的境地 接下来 1979年的12月17号 陈永贵被免去了 西洋县委书记的职务 1980年的2月份 十一届五中全会 批准了汪东兴 陈希莲 吴德和纪登奎的辞职的请求 免除或者提请免除 这几个人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就所有的小四人帮嘛 其实这个小 所有的小四人帮 每个人跟陈永贵的关系都不错 尤其是季登奎和陈希莲 跟陈永贵关系好着 好着的 陈永贵做副总理期间 在交道口上那小院的时候 有什么人经常把季登奎和这个 陈希莲叫他们家吃他们家 做的这个山西的拉面 很都好 私交都很好 过程很密切应该说 这些人就全倒了 陈永贵呢 就是穷穷竭力了 是不是啊 紧接了没几天 半年以后 80年的8月份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接受了陈永贵的请求 解除了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随后 开足了玛丽 即1979年 这个三月份 西洋 中共西洋七次党卖会那天 山西日报 口中笔伐大债的这个文章之后 到80年 陈永贵的职务解除了之后 不到 没几天 从80年的9月份开始 由人民日报 官民日报和新华社 中央人民广电台 几大中央及新闻单位 记者们组成的这样的联合调查组 就开覆了山西 总共分成了两个组 在大寨和西洋采访了40多天 最后写出了两组内参 这就是对大寨和农业学大寨的最后的一意了 总共了 这就是 秉承着上方意见 中国的无耻的文人 那些小记者们当年 秉承圣秘 就开始搞这套东西 两组得参 第一组 专攻十年以来 无人敢摸的 无人敢碰 无人敢说不字的这个大寨 连篇累赌的 搞出什么内参了呢 大家听听这标题 大寨走向了反面 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 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 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 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 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 这是一组内参 第二组内参 专门攻击西洋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 这些当初的这个西洋的这些干部 这些大标题给大家读一读 西洋学大寨 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西洋学大寨 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 西洋整五种人的经验 完全是适应左倾路线需要的产物 造反起家帮派掌权 这些大标题 任人为亲 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 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 就这些标题就足可以把陈永贵 这个中国的优秀的农民的脊梁骨压得粉碎 1980年的8月29号 山西日报发文题目什么 继续肃清学大寨中的极左流毒 9月5号又开文叫凭大寨经验 9月24号又推出了人妖为什么被颠倒 什么岳增寿冤案和王金奎案的透视 10月8号再推出 从陈明珠违法乱纪行为 看父母的责任 陈明珠就是陈永贵的长子 光明日报9月20号发表太行奇渊 山西青年发表了揭露陈永贵儿子陈明珠的文章 叫什么叫虎头山下一个 大家知道了吗 什么叫反攻倒算 什么叫还乡团 陈永贵 大寨的他的乡亲们 当时就承受了如此大的压力 那个时候的大寨人出了大寨之后 到外面以后头都不敢抬啊 有些人故意在他们面前就放着说冷话 说什么 学习大寨人人受害 什么以梁为纲全面砍光 就都这了 就都是这了 马峰 马峰不就写了 他说陈永贵听到这些事以后 怒不可恶 陈永贵就说说有的地方把好好的经济林砍了 中庄稼 这是大寨让你砍的 大寨人千辛万苦在造人在搞人造的小平原 可有的地方把平平斩斩的耕地改成梯田 这叫学大寨吗 大寨人把陡坡修成梯田 开山打料石筑起那么多田梗 流了多少汗水啊 你以为大寨人天生就那么贱吗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建设社会主义不靠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靠什么呢 天上能掉下馅饼来吗 陈永贵还说 如果说工作上有缺点有失误 我承认 主要应该由我陈永贵来承担 不能让大寨所有的干部和群众分摊 这些年他们够苦的了 如今再受伤一顿窝囊气 谁心里能服啊 他们到我这来 委屈的都哭了 我也为他们报屈 这都是陈永贵跟马峰说的掏心窝子倒啊 你说那个时候那个陈永贵啊 那个中国的毛主席的那个 所谓的毛泽东的农民 你说的陈永贵那时候该 何等的凄凉悲愁和愤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 就在这样的趋入和重压之下 最后陈永贵不就得了肺癌了吗 我以前 很久以前说到什么时候 我就说过我自己这个观点 所有的癌症患者都是在极大的负面情绪主宰之下 每几年的负面情绪都得了癌症 陈永贵就是其中之一 80年不当了副总理 几年的功夫 尽管用方法说北京人对咱不赖 但他说的是北京人民 那么得了肺癌之后 这个陈永贵 曾经跟马峰 跟来看望他的一些 故旧 曾经就说过 说我这辈子 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 也算是不枉活的一场 人是注定要死的 我没给毛主席丢脸 我作为一个农民 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 谁能想到呢 我敢说 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 今后 再也不会有毛主席 这样伟大的领袖 会把一个农民 作为国家的主人 捧到那么高的地位的人 忍了 马峰去看他们的时候 看他的时候 他跟马峰说 有一次他就说 他说 我梦见毛主席了 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 和他一起干 想一想 毛主席也够可怜的 战争年代 他献出了六位亲人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 他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他就说不下去了 这个 永贵大叔就 说不下去了 是啊 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年代 毛主席又献出了几位亲人 是谁呢 嗯 我们都应该能知道吧 啊 朋友们 1986年 毛主席亲自 亲手树立起来的 中国农民的榜样 陈永贵 去世了 八宝山 两百多个人给陈永贵送行 这两百来人里头 有陈永贵的亲友 有陈永贵的大寨的乡亲 有他去世之前挂着的那个北京宗教农场的工友们 但是没有一个当时的中央领导人 来送一送 这个 伟大的中国农民 但是 还是来了一位 并且来了一位极不寻常的曾经的领导人 陈永贵告别仪式的 遗体告别仪式的前一天 啊 陈永贵的老伴 就接到一个挺怪的 奇怪的一个电话 啊 就问他说明天 有没有这个中央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中央有没有说法 有没有领导人要去参加 这个老陈的这个遗体告别 啊 对面电话里说说 如果有这个现在的领导人去的话呢 我就不去 那么 陈永贵 他他他他老伴 包括家里的孩子们 就觉得 他就很奇怪 谁来电话 你没猜出来 还是马峰 马峰后来 曾经写下了 陈永贵遗体告别现场 发生了这样的一幕 马峰说 他是这么写 他说 一辆高级轿车 在告别室外停下 车上下来 一位穿着风衣 戴着变色眼镜的人 周围的老百姓 立刻认出来了 是华国锋 于是人们拥过来 不知不觉的 在华国锋前面 站成了一道走廊 有的人 还鼓起掌来 华国锋一来 大厅的门打开了 我们鱼贯而入 华国锋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 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 又一言不发地呆呆望着陈永贵的遗体 流下泪来 哭了 周围的人静静 有的人抽气起来 中央办公厅来的一位干部手足无措 不知如何是好 华国锋仍不说话 流着泪 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 又一言不发地 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 然后 还是一言不发地走出告别室 上车 那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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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悲悲气气的宣告一个 时代的最后的一幕 也落下了 今天很激动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